所以刚刚那个计算圆面积那个 sample 你们往下找一下 从这个讲义里面有33个 page 那你就找到哪一个呢 找到往下找 找到那个二十 这边 二十一页 这个是python的写法 再来的话这个有个jungle的写法在这里 那我刚刚讲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都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 输入嘛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网址 我还刻意截图一下 因为我怕你们会不会漏掉 因为这东西就是这样 只要一个细节做错 你就乱不出来 不过我发现只要认真 应该都会做出来 我们前面的同学都蛮认真的 都有做出来 上个礼拜 虽然外面刮大风下大雨 但是我们心是热的 反而感觉好像相对不多 可是感觉也有非常多的感觉 因为就是有那个热情 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有热情 没有热情的话 真的做的会让人家感觉不出 就是好像 对我应该没有这种状况 我非常有热情的 你看我都刻意还帮你们 我还怕你们 哪个遗漏的一些重点 有没有还怕刻意帮你们把它 有没有剪画面下来 而且还特别还告诉你哪一边是重点 这个是刚刚写的Cycle的功能 就写在这里 你只要把它贴到views里面去就OK了 而且记得要贴对地方 贴应该不是问题 另外的话 UIL这边也有 所以你UILS这一行你把它贴过去 所以基本上处理来处理去 基本上都在处理views跟UILS 如果这两个你都处理好 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麻烦的地方 OK 然后再来就是有表单 所以我把它分成两种 一个是没有表单的 一个是有表单的 不过有表单的话 可能要用get的方法 get用这个方法 把它稍微放大一些些好了 OK 然后再来就view 做表单的方法在这里 所以刚刚我那个表单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复制贴过去 应该可以run 然后再来去处理表单的呼叫 并且在网页上面给它一个网址 这样大概得了成这样 所以以后的话 Jungle 我是比较喜欢Jungle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SOP 它的步骤其实还蛮明确的 相对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OK 所以刚刚的那个 原面积计算 应该就差不多 再来的话 我们要做下一个 就是YouTube的选单 这个选单部分 第一步 我是直接连接到这边 这个是之前我上课的 一个清单 里面有几个影片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影片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 里面的什么呢 它的标题跟它的网址 分别可能当然我们初步是用那个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像这个名称的话你可以复制 这个名称 然后里面按右键 它的网址在这里 我们可以按右键 这边也是可以复制网址连结 然后你可以把它贴到这边 我把它贴到下面 那你会发现YouTube它有一个规则 你会发现它这个是 前面一定是YouTube的网址 后面会有一个参数是watch watch什么呢 问号 后面V等于 你会发现固定的 然后后面 这一串其实它就是这个影片的ID 后面有一个list list应该是播放清单 所以其实后面这个list 其实你可以把它删掉 所以你会发现我是这样取得的 可以取得一个两个三个多个就对了 那只是说我希望能够做出像 这边一个下拉清单 所以我可以先demo 我给各位上个礼拜有讲过 这边可以多一个什么YouTube的一个底线 加一个phone YouTubephone 那这个YouTubephone大概长这样 那我希望的结果是这样 就是先列出标题 比如说我里面总共有五段影片 那我希望能够选其中一个影片之后 按出送出 它可以把影片显示出来 OK 那这样怎么做呢 按下送出 自动 这个要切下一个影片 也就是说按送出 它会切 那其实当然你也可以拿什么 拿那个我们论坛里面 那最好是 以后我现在想一个 就是你有两层的下拉清单 第一个是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每一次 那切的话 它下面那个清单会跟着上面变动 那会更好 不过相对的复杂度会更高 这第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清单 也许你可以拿这个清单 123 我们要9次 所以你可以把这 不过你刚开始不要列出太多 因为可能太花时间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不过呢 我这个地方 目前是写死的 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这个名称 我们是要手动去布置贴 但是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最好的方案 其实就是怎么样的 用爬虫的方法 像这个都不用 只是说爬虫我们还没讲到 所以后面的话有个爬虫 自动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这个也许我们今天也许来稍微鼓充说明一下吧 好 来官面先切一下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圆面机的刚刚的范例先完成 第二个的话 如果可以 试试看用那个YouTube的下拉清单 那清单不见得用我提供那个 你可以在找之前 我们在论坛里面有的也可以 那你可以想想看 延伸性的练习就是说 你可以自动抓 自动把你需要的那个影片的ID 自动放在清单里面 不过这边可能会需要用爬虫 也就自动呢 假设我今天有影片上去 那你可以自动帮我爬到清单 那那好处就是 我就可以把它集中放在某个地方 甚至是放在一个手机APP里面 这个APP里面就是去抓YouTube 只要有更新哪个人的相关东西 自动帮我放在清单 这样用户也比较方便 不需要说 还要为了要看某些影片 要花很多力气 这个有点像帮忙整理出一个方便的观看影片 对对对对 这个一个UI OK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我觉得最相对的 当然你在Python里面处理是比较简单 可是Jungle最容易出错的就是什么 那个UI 所以其实你只要掌握这部分 你只要掌握这个 这个UI 跟那个程式之间的这个关系 切换关系就会比较简单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做个表单 就要在Templates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样板 这个样板 那样板的话呢 其实里面就是HTML 不但这个可能 还是要慢慢花一点时间去熟悉它 因为我记得我熟悉这个东西 好好花一点时间 但是概念主要清楚就可以了 OK 那这边底下就有我刚刚做的相关步骤 还是请各位花一点时间把它完成 那为什么我一直讲这个 它主要的用途非常简单 就是我很方便的 我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个表单里面 本来是放在YouTube的这个清单 里面我又换了一个 把这个 这是上个礼拜的 把这个清单里面 每一个每一个标题 跟它里面的什么呢 跟它里面的这一个东西 这个特别说是V等于2 后面这一串 这一串就是它的ID 那不过我们刚开始第一个版本是用那个手动 所以变成你要用复制贴复制贴 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类似长这样子 按右键 我检视一下原始码给各位看 像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它是HTML 一个P 一个段落 然后呢 这个FORMESER一样的GETS 然后丢给谁呢 丢给YouTube 所以我将来会需要UILS里面有一个YouTube 然后有一支MESER有一支那个FUNCTION 他能够接到这些讯息 那接什么东西呢 接这个SLETE 特别说像它清单 在HTML是SLETE SLETE 里面有个NAME叫LISER 从LISER里面丢过来一个什么东西呢 丢给我一个VALUE 这个VALUE就是使用者给我 所以将来呢 他会把这个ID取得之后 然后呢 把它播放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我是传什么 传一个这个影片的ID 传给谁呢 传给这个YouTube 所以啊 特别注意哦 我传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丢这个 OK 送出 它可以显示出来 那这个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它的原始码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iFREM 那你想说那我怎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影片出来 然后呢 并且可以在网页上显示 各位可以看到 在每个影片 YouTube下方有个分享 按下分享之后有个迁入 实际上我是把这个迁入 有没有 这一个iFREM 实际上就是他给我这个迁入 有没有 我就把它动态的丢哦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iFREM里面 基本上 全 基本上背后的东西都一样 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哪个地方哦 有没有发现哦 这个后面这边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OptionValue里面的那个影片ID 那如果我今天可以 动态的把那个ID取得 动态的把这个ID丢到这边 那他每一次显示出来的影片呢 而自然也会不一样 我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第一步啦 这也是上个月给各位出个作业 另外呢 当然如果你程度比较好的东西可以想想看 哎 有没有办法哦 自动的去爬 爬什么 爬这一段ID 然后把它存起来 放在那个Option里面 让它自动哦 不然像刚刚哦 我们如果要取得 这个网页里面的所有清单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有 总共有这么多个 八个影片 你必须怎么 先抓他的标题 如果复制贴 复制贴太花时间 有没有办法哦 把它当一个爬虫 爬过来 爬到哪里呢 爬到Jungle的网页里面去 动态产生 这样会更棒 OK哦 那这个请各位试一下 花命星还给各位 动态的爬 那 所以哦 我看 干脆下午的话 我们就先讲一下爬虫算了 然后呢 其实主要这个 sample就是 把爬虫 跟Jungle结合在一起 这个有点慢一点 因为坊间书题 坊间的技术 或者坊间分享 都是单单谈爬虫 或者单单谈Jungle 好像很少有 把爬虫 跟Jungle结合在一起 这个其实还蛮多应用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会爬虫 也会Jungle 太好用了 为什么 你自动就可以产生一个 service 一个网站里面就是什么 自动爬人家的东西 爬一把整合在 你的网站上面 就像Agoda一样 有没有 或者是像一些订飞机的 Scanner 或者是等等的 Sky Scanner 类似 像这种11度行 娱乐都有的 各方面的网络资料 那我可以把它分类 一个类 我就做一个网站 反正你进到这边的话 我就帮你都收集好了 你要什么我都通通帮你 那这个资料的话也是每天自动去爬的 而不是说我今天要找一个人专门去收集资料 要去整理 不用 他会自动去爬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那个 就是上个礼拜的练习底的量低 一个面积跟那个YouTube 的表单 那最后 我们是希望把它做成动态的 所以以后 那最好是 还可以做成两层 甚至做成多层 比如说我一个下拉清单 我第一次上课 那下一个 有没有 那个清单也会跟着改 第一次就把第一次清单带过来 第二次就把第二次带过来 如果可以的话 那是很方便 就可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那个 类似 就是现在很很常看到那种 网路有那种什么 网路教学吧 所以其实我现在把它录下来的话 那 把它做成类似像这样的服务 以后我也可以 把这个东西做成那个线上教学 那他如果说 没有上我这个课的人 也想要学习的话 他也可以直接在线上做服务 对 OK 好 好 那我们 还没吗 还有五分钟吗